四分之一决赛里面是输给了荷兰选手 这荷兰选手因为平时不太起眼 所以这次冲出来以后 我感觉到就说应该他是很有他的特点 能战胜张灵的话 没有他的特点是比较难打的 因为张灵是又能跑又能拉又能攻 比较全面的一个选手 所以他能战胜张灵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是在体力方面肯定是要占优势 其实就是在稳定性方面要占优势 还是有两下子的 要不然的话不一定拿下来 因为他在第三轮是2比1胜张灵 第四轮半决赛里面 他是2比1又胜了中国香港的王晨 是 你看这个运动员就比较精干 你看 对啊 他是首先2比1胜了荷兰的古特森 然后是2比1淘汰了这个内地选手王林 然后是2比1胜了新加坡的李里 然后是2比1胜了新加坡的李里 荷兰的梅林迪克斯对中国香港的叶培炎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就是叶培炎 叶培炎呢 据说以前呢 他练的是田径 后来是该打羽毛球 在开始的时候呢 他这个练羽毛球的时候家里面比较反对 所以他从小练羽毛球 然后停了一段时间 那么16岁的时候呢 进入到中国香港队 他的风格有点像男孩子 对对对 他现在世界排名啊 是目前暂时排在第13位 这个叶培炎有点怪 那个选手还低着头 他就往前扒过去了 他是想加快点速度 打的节度快点 但在发接发方面 还是要要大家友好一点 不过他进入到这个公开赛的这个决赛里面 恐怕机会也不是很多 对对 因为这个中国内地选手 如果要是打得好的话 恐怕轮不上他进入的这个决赛里面来 但他能够打到目前的这个水平呢 说明他已经是有了非常大的这个进步 特别是这两年啊 这个进步的非常快 对 双脚起跳 这个是男孩子的风格 包括打完了一个球以后的这些这个表现 这素质非常好 没了 现在 和核兰选手 梅林蒂克斯呢 看来这一招呢 是会用下去了 就是打这个叶培炎的反手 1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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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打得非常倒点 然后放了 放的比较边 所以呢 现在 迪克斯呢 是上不去 我觉得迪克斯好像还没打出来 就是他那个特长啊 嗯 因为他这种皮肤的人呢 应该在跑动能力上应该是比较快的 柔韧性啊 也可能比较好 对 然后呢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是太想要了 这心理压力特别非常重 因为一开始被叶培炎这气势上压住了 比较谨慎打的 嗯 那球打什么球 叶培炎打得非常干脆啊 对 就是在撒三碗 嗯 这样 作为这个提斯来说 这显得非常被动 对 也可能他在摸这个叶培炎的球路 他也 毕竟平常很少接触 对对对 他还没有进路 就是说该怎么打 嗯 没找到路子 嗯 七边 再刹换线 嗯 在中国女子单打是非常强的一个项目 嗯 这次没进路 嗯 张铃和那个 朱铃啊 朱铃啊 那个卢兰呢 他们没有进入决赛 我觉得是很可惜的 对对对 那么在这个比赛结束以后 张铃说为什么输给这个迪克斯了 他说这个 呃 经验太丰富了 所以输了 为什么说经验太丰富了呢 他就感觉到 他老在判断这个体育馆的这个风向 因为这个体育馆确实比较大 比较长 所以这个风向呢 可能呃 会影响到这个球的这个飞行 所以他说我老在调整 老在调整 结果呢 这个分呢 就老是追不上来 当然作为运动员 他在这个像张宁这样的经历过各种打赛的这个运动员 他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他这样说的话 可能也真的是有他在这个场馆里面比赛的一些 还没有摸到的一些难处啊 对 他这个阵手出队脚 也是非常到位的 已经得了两分了 这个可能是作为他的一个进攻手段 5比8 哎呦 这段时间呢 那在我们国内呢 是有很多羽毛球赛事 嗯 比如说是呃 在福建举行的 在福建龙岩举行的全国冠军赛 嗯 正在单项 各个单项的决赛 然后呢 就是在19号结束的 在福州的全国中学生比赛 所以这羽毛球赛事非常多 对 这也反映了我们这个羽毛球的这个后备人才群众基础 还是非常雄厚的 对 我们广东实验中学的中学生 这是拿了七块金牌 嗯 这个 其实羽毛球 啊 在广州 也是算是一个传统项目 对 啊 也涌现了不少这个优秀选手 对 希望这个项目能够继续下去啊 不要出现这个锻炼 多点 对 多点优秀苗子 嗯 当然这个跟你这些教练员也是关系非常大的 首先你们是非常热爱 然后非常的投入 啊 然后带出了这些这个优秀的选手 开始现在轮到叶佩妍有点手紧了 对 其实他之前表现出来那种 气势呢 也是对自己就是有点紧张 然后呢 就发泄一下 嗯 然后解 就是说能缓解一下 谁知道 好像这个 这几分好像就觉得好像还是比较拘谨大的 对 我们让我们观察一下这个叶佩妍 它的这个球路啊 究竟还有些什么变化 在多拍中 小技术方面 小技术方面恐怕还会有所欠缺 对 在多拍中 你看拉 拉多拍的时候 它还是失误 那个 迪克斯还是占点优势的 对 你看这些技术 钓球 钓球这个技术是最考人的了 嗯 是吧 你的钓球都 就是说你光会杀球 杀球谁都会 动作一摆大点就杀下去了 但你能把球打成雕 才是你的技术高 就你的手的感觉 控制球的落点 现在是领先了 你看可以啊 对 所以能够战胜这个张宁王城 也不是等贤之位 对 十平 十一了 给对方一个错觉 好像是要挑后场 对 所以我放了个往前 这是张也厉害也没打 这是何一鸣 现在在香港 对 任女队主教练 至少 三 lon 二 六 两 二 三 四 三 三 四 四 四 八 五 这个运动员真是有点男孩子那种打法 双脚对双脚起跳 然后强往假动作 它还是好 你看重心 因为电话还挺多的 对 哇漂亮 头颈披直线 还没找到没感觉 对 它这有点想不到 对 经验 11比12 好球 笑了 这个感觉到这个气势比较猛 对 但是有的时候呢 些少点细腻 我觉得它能赢正 摇杰 它能赢摇杰 可以赢里里 然后呢 就是说 它还是有一定的 就是说水平 是吧 那个叶脚炎 但是呢 它今天打的 我感觉是它太粗了 就是会杀球 其它球呢 就没敢用 还是对自己 信心不足那种感觉 因为打了这个时候呢 总觉得应该去 打得更好一点 想法多的话呢 还打得更 就自己更狼狈 漂亮的对角球 打得非常好 打开以后 打开以后 反而那个 迪克斯的球呢 还拉得开 嗯 这个丝应该说 柔韧性还是不错 对 这有点盲目了 那么厚的球还要放下起票去批这个球 拉两拍再攻也没有关系的 有男孩子的粗广 缺少女孩子的细腻 对 其实这个思路是对的 对 小技术不到位 没有勾过去 15比14 是说像他们这种选手呢 打张宁呢 他会超水平发挥 打自己同等的水平呢 他们反而还拘谨了 水平相近 反而打不开了 对 还打不开了 发球是挺急的 对方没站好 就球发过去了 他还发得非常的 就是说不像一般的女孩子发球 他说反手发球 嗯 一般都是这个都是单打方面的 都是男孩子用的 反手接杀球还是弱 比较遗憾啊 比较遗憾啊 这个半决赛1比2输给叶沛岩 嗯 17平这个比分除了开始这个叶沛岩领先了几分之外 后边的比较遗憾 后边的比较遗憾一直是没有拉开 哎呀 这灯都变形了变形了变形了 这灯都变形了变形了 先一分的时候耐心一点多打两拍 18平 一分 如果要是顺风的话 这球出界了 对 当然在现场叶沛岩有很多支持者 哎哎哎二十六 什么意思 看来是看了界内十九平 哦还是叶沛岩得分 这个迪克斯抗议了 迪克斯认为这球出界 他抗议 这一分球关键啊 对 非常关键 然后黄牌了警告了 嗯 他是说这个私线员是说出界啊 这个球是应该是界外球 嗯 中才也在给这个迪克斯的教练做解释 这个是裁判长 嗯 裁判长是我们广东的国际级裁判 雷敏基 非常优秀一个裁判 因为这个分呢是很关键不是换发球的问题是直接得分 要不现在19比19比19或者是20比18了 接了 21比18 嗯 这个迪克斯显得非常气氛的把球开始 所以 很不冷静你的迪克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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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裁判也是经验不太够 嗯 因为呢现在是这场外指导时间 你应该等场外指导你完以后开赛前 告诉他我警告你红牌了 嗯 是不是 你现在跟他说他也听不进去 一个黄牌然后又出了一个红牌 这个在判罚上是有什么效果呢 应该是罚分 就是 再看看那个球 这个球是最后一分 最后一分 那个推球的话应该是接外 这个迪克斯的迪克斯还是不够冷静 其实还是有机会绑回来的 不是这个公开赛能够打到这个决赛里面 而且有希望拿冠军的话 他们也是太强的这个欲望 对 因为对他们来说机会真的是很难得 对 对 还是不太冷静哈 嗯 看第二局 他是没有发分吗 没有 对 对 肯定是做了一个记录 对 应该是这样子 很少出现这种问题 嗯 打出去 不仅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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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手位这边还是个弱点 对 他一直在杀他反手 他主要的问题还是脚没出去 你看他在接杀的时候 都是靠身体去往前勾 对 然后那个角度也是拿得不好 好的 这个机会 没有错 二平 这也太离谱了 从这些技术上来说 叶平杨还是有不成熟之处 对 粗 对 比较粗 运动员在场上比赛 还在关心外面的事情 所以注意力比较分散 明白了 可能发现刚才旁边的这个计分牌 是有点问题 下岗了 叶平杨还是比较有聘劲的一个运动员 在打仿上是粗了一点 但是就说他起码他聘劲还是十足 香港这些中国香港的运动员呢 他们是出去锻炼的机会是非常多的 他们一年那么多的大赛 是起码有一半时间 他们是在外面打比赛的 所以中国选手就没有这个条件 中国运动员太多了 就轮着去锻炼新秀 就小运动员他锻炼 也就一年有三趟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说像他这种条件 在国内来说 可能锻炼机会就很少很少了 对对对 可能这个不要说一线 这个二线可能都轮不上趟 对 在选材方面呢 就已经是有点 就是说 都要考虑清楚 这个队人是应该是往哪个方向去培养 如果要是在内地的话 恐怕他真的就专心致志的练他的田径去 都不会改练羽毛球了 他在前去年的汤杯 这一个比赛中呢 他是出来是当第一次出来 当时就感觉这小孩呢 还是挺能跑 有冲劲 有冲劲 现在通过这么多年 两年的锻炼呢 他场上的经验是比我们小孩丰富 因为他大赛经验还是专领的机会多了 据介绍说呢 他这个训练也特别刻苦 OK 8比5 其实那个迪克斯呢 就是非常要冷静 要耐心 为什么呢 他属于那种可能能拉多拍的运动员 但叶沛炎呢 只是杀上网的运动员 所以你多给他一急拍 顶他急拍杀球的话 他到后面他也杀不动了 他一杀不动 动的变形 那是界外 所以你要耐心 那当然不能说 有就是那种消极的给他杀 还要给他跑动中杀球 不过感觉到这个迪克斯呢 有点这个障碍力的这个影响 嗯 发球啊 但是他的这个柔韧性明显的 比这个障碍力要差 嗯 对 发球 还是裁判判他是发球为例 所以有些运动员在发球的时候呢 您曾习惯 会踩到线上发 他不知道 这也是看待上去失误 犹豫 但是球救过来 已经也没什么用 11比7 看来在第二局的比赛里面 迪克斯还是回复瓶颈比较快 对 一张红盘 一张红盘 对 很不错的 有些运动员会放弃 有时候大不了我不打了 嗯 是不是 但是呢 他在第三局开局感觉 他还是很平静 对 杀球 他这么矮的个子 这么杀法 真是杀不了多久 12比7 这个杀球是指导思想是没错 但是呢 他这个杀球是在被动情况下 勉强杀球就不对了 现在叶培炎打的这边是顺风球 13比7 所以这个判断上叶培炎打顺风球这边啊 还是出现了不少判断上的失误 14比7 小技说还是比较弱 15比7了 15比7了 大球 这位 这失误率太高了 对 他这个放往前啊 真的是把握性不大 你说他平时 你说他没练吗 我想他那个技术训练 应该在中国香港来说是重点的重点 除了王晨以后就到他了 单打 但是呢 他在发挥的情况下呢 就觉得是太粗了 就是一板杀球 然后呢 强往 强往点倒是挺高 但是技术还是比较粗糙 动作还是 是吧 他的速度还是很快 对对 肌肉力量足 爆发力比较好 是他的一个长处 但是 刃劲不够 对 单调 整体感觉打法太单调 对对 第一排肯定就是个杀球 你要是第一排有个批球 有个吊球的话 人家就没那么好打你了 而且在比赛过程当中 他的这个变化 从思路来讲啊 也跟进不是很快 他没有到现在为止 除了压这个 迪克斯的这个还手之外 其他的也没有什么 更多的招数来调动对手 对 然后呢 就说在这个大管里打 可能对他们的技术的发挥 可能也是受了很大的影响 嗯 那就说我控制不了球了 我只会杀球了 嗯 我只能这样子打 对 看就开始拉了 好球 其实大胆的多拉两排在攻的话 肯定是对他有好处的 因为他经常是杀的时候 勉强杀的话 这局是后面就基本上放弃了 对 21比10 搬回一局 接下来是决胜局第三局的比赛 对 在这个第三局呢 我认为那个椰培炎呢 还是要耐心点 嗯 就是把自己在家练的那些技术要用出来 不要这么单调 就是杀球 然后呢 那那个 迪克斯呢 因为他通过第一局以后呢 出现这个问题的话 一个黄牌 一个黄牌 他能这么快冷静下来 真是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他这个 很不错的一个问题 心理上还是过关的 对 现在 梅林迪克斯这边是打顺风球了 所以这打后场球呢 那个还是要小心一点 多拿两分 这个叶佩林 这个叶佩妍啊 看来他除了这个杀球 是他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之外 其他这个技术方面 好像跟这个迪克斯 还是有一点点距离 对 他跑动其实应该是他的特长 但今天我感觉他跑动 好像那个脚老是扒不开的感觉 嗯 跑不到位 2比1 好的 这球斜线杀的 非常近 叶佩妍 在救这个球的时候 膝盖 也是 跪在了地上 漂亮 这个球打得好 哎 这个 对 嗯 对 这场上那个速度还是很快啊 对对对 直去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对对对对 逆风的时候你就好打了 对 你要是把分拉得太大的话呢 你要到后面追的话 就比较吃力 就是往前这些放小球啊 这些钩对角啊 这些钩老子失误 对 平常恐怕 估计他的训练 也是练杀球多 对 这些都是运动员有想法了 在拿了一局以后 又想能打得更好 漂亮 中场闪动 都闪动不怕 调整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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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渔业动作也是男孩子经常做的 对 这简直 这也不放个慢镜 给我们看一下 它到底是脚是没调整好呢 还是地滑 可能是磕了一下 磕了一下 哎呦 好像那里是绑那个什么 挺比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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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球得了1分 6比5 漂亮 点子很漂亮 3 2 3 4 5 5 5 6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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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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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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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这球不该失误啊 花瓶 依然是往前抗下球的时候 出现失误 原来他的这个手的力量很足 他的感觉差 就是说他扣插 这个力量完全能用得上 但是往前呢 这个手腕的控制就比较好 这气色就下来了 自己连续失误 10比8 对他这样的挡网就比他连续挑起来好 他挡网 哦 好的 你看 这个 这个岩的正手上还是弱的 他的各种方面 现在他还是没有招到他的手腕 他们有说要调动他后场以后 反而放在正手的被动球 嗯 特别是要是要是会议他的场上速度所谓加起来以后 再反手出甲动作重复放完的话 这个岩会出脚共性 看这个迪克斯这个推球也是有点太勉强的随便推了一下挑一下 应该好好的到位就行了 中场球 所以我们这个 决赛 这个毕竟是 从子丹党的决赛 对 从进入决赛这两位选手 今天场上的这个表现来看呢 应当说澳门公开赛的这个民主丹党的这个决赛呢 水平是打了折扣 对对对 مس一楼的这部本身 精彩度十分往后 十一比十 这样 荷兰的梅琳迪克斯两天交换场地 还是不简单的 在红牌的一个红一个黄的压的那地方 他能这么冷静打这个比赛 对调整的还是很快 我觉得很多运动员都做不到 我以为他第二局会打得随便哗哗的就下来了 就情绪的延续 对啊 没想到他很冷静 马上跟这个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对 一 二 三 他这个沙球呢沙的比较长一点 这些沙球是成功的 因为他各自矮 他这个弧度肯定是就是比较拉的比较长 要是你沙中间人家很好接 你干脆去沙长点人家还不好接 还是还是加强撒起来 对迪克斯出了一个追身 12比11 老师落后一分呢 被压住 这个容易引起急躁 对 迪克斯呢应当说还是比较稳 哎 滚网 还救起来了 这个他看这球落地以后 他在因为镜头里面我没有看到 他一定是抬头看了一下丝线 对 看一下那个灯上面 再看一下下面 对 然后他就握了一下拳 就说哎 这次还是扳给我了 因为这个也挺关键的分呢 半天都是一分不差 现在终于拉开了两分 在厂上的速度都大家都互相加起来了 对 说明呢在前面的两局都呢 大家都没怎么打打多拍 都是一拍两拍就速度了 对 现在他感觉要加速了 那这个迪克斯呢 看来他知道自己这个如果要是重扣的话 他的力量不是很够 而且威力也不是很大 他比较多的还是采用这种这种调整 对 拉中在突击 对 14比11 他又那么高 他这个磅网就感觉像垂直的下去 这个叶平安往前投的确是不行 对 太粗了 嗯 他能战胜了结我想也是他的超水平的发挥 漂亮 现在气势上一片已经受影响了 因为连续丢分了 对 16比11了 心态上要调整一下 一般女孩子的发球都是正手发短球 嗯 弹球弹得很高位 早就应该这个是早就应该两后场的 他平点的不要他杀球给他吊住他 对 然后一打一推 他两边这样移动是很慢的 脚仔的人都是两个后场比较弱 呃 直线移动快 两边移动 对 侧步慢 对 两底线比较慢 嗯 18比11 这个对叶平安可能打击比较大 因为这个分差拉的这么大 而且已经到了18分了 大死线你给他挡对角 哎呀打空 太盲目了 嗯 打空这个在业余球手打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在这种高水平的这级别的比赛里面 这种打空的情况应当说不多 对 漂亮 确实叶平安应该可以耐心点多拿几个 再找机会就杀他们重拍下去 但是他是太单调了 20比11 这样的报道 这个叶平安已经结构6成希望了 鞋外 鞋 21 21 打球 迪格斯 拿到了这个澳门以来做莫安塞女子弹的冠军 他哭了 这个拿冠军哭呢这个是有可能的 但是今天呢这个 迪格斯呢应当说这个眼泪里面还有其他的内容 就说因为他第一局呢打的是比较的 男在什么地方 一个争议球使他吃了一张 黄牌 一张红牌 第二局他能够自己稳定下来 坚持打完这个决胜局 所以这个 胜利呢 也对他来说呢 就更加不容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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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